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全国车队扫街进入第三天 要在家乡新竹来争取民众的支持 更跟参选立委的妹妹柯美兰 再度合体来拉抬选情 而针对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再度喊出当选之后 要找柯文哲还有郭台铭来讨论 隔魂的人选 对此柯P也再度回酸 和妹妹柯美兰再度合体 柯文哲全国车扫第三天 家乡新竹拔干净 替包妹拉抬选情 但相亲热情 悲同小客先送蒜苗 预祝柯文哲当选 路上驾驶摇开车窗挥席 大楼住户挥手加油 只是国民党进来狂抛感染汁 蓝营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再喊当选要找柯P郭董 讨论隔魂人选 却比主帅侯友宜发言更积极 他这种计算全国 他现在在玩的把戏就是 就是那种气宝 一直在为气宝做孤神 这一种话 赵上刚刚出来讲 本身就是一个失格 总统要讲的话 怎么都是 怎么都是一个副总统候选 每天跳出来一直在讲 只是沟通疫苗赖兴德才在辩论时喊话 应该公开采购合约 当时的卫福部长陈时中却说 合约是保存不是风唇 柯P再开枪 总统陈时中那个就讲那个话 人家说保存不是风唇 我就想起以前那个 是停电不是缺电 是什么超买不是走私 这个应该给他们变一本 什么民进党干话路 批然打绿 柯文哲要掌控主动权 如东车少还要身兼麦克风手 柯P本人就是柯阵营最强攻击手 这次我讲杨月达 SN小组新竹报道